像大家都很關心在 你之前的堅持的 堅持的這些問題 臉色嚴肅走得飛快 台大笑著位置還沒坐熱 監察院火速通過彈劾 直指管忠敏違反公務員服務法 匿名的文稿 都成為一週刊的評論 第二呢 它是固定收取報酬 每個月是五萬元的支付 大家扣角 然後每年六十五萬 監委查出管忠敏曾在週刊 匿名撰寫社論 其中寄希望於國發會文中 直言國發會若能獲得充分授權 可為台灣經濟再創新局 甚至點名馬總統 若能給國發會授權 作用會更大 而且這篇文章的時候 國發會主委就是管忠敏本人 另外管忠敏代表台灣出席 亞太經合會時 也發表亞太經合會中的 台灣生意 算一算一共六篇社論 都與他的自身業務相關 匿名替自己發聲 我覺得要寫文章就要拒名 匿名就不是爺爺門的風範 匿名然後在文章 在這個在就參與國家的機密正式 然後用匿名的方式 在批判市政 或者幫某些在談 這是違反行政 違反新聞價值 管忠敏要面對的是 你為什麼會被彈劾 而不是去辯解 你再去辯解的話 那麼你就是挑戰監察院 上任一週就被彈劾 管忠敏違法兼職 正義多 在台大校長的位置 恐怕很難做得安穩 建設學班 謝耀雲台北報導 還給我們 走 你們現在 對啊 ��를去 包含 這次 很難的